尊敬的大德 法师 各位同参道友 大家好 欢迎来到敬雅佛音 我是敬雅 拿摩阿弥陀佛 经常呢 听到莲友啊 跟我聊天就在讲 因为害怕受不了这个戒律的束缚 而不敢受戒 还有的人呢 吃素了 但是呢 就害怕家人吃的荤菜剩下了浪费 是自己吃呢 还是不吃 不吃吧就浪费 自己吃了呢 就害怕没有慈悲心 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啊 作为一个修行人啊 这个纠结呢 特别的多 首先呢 关于这个受戒的问题哈 我先给大家讲一下我自己的心得 因为我以前呢 我喜欢喝红酒 那时候还吃晚饭 每天呢 就喝一杯红酒 这一杯红酒也喝不多 但是呢 它还是会上瘾的 就觉着它是生命中的一部分 如果今天晚上我这一杯红酒没有喝下去 好像睡觉也睡不着 就养成了一种这种不好的一个习惯 我一直想受五戒 不敢受 因为五戒最后一戒就是不喝酒嘛 后来因缘俱足了 受五戒就是为了戒酒 所以我真的受了五戒了 我从此没有再碰过酒 从来也就不会再想酒了 你说这个神奇吧 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亲身故事啊 给大家分享 其实我们修行人 在生活当中呢 经常会犯错上加错的行为 我今天呢 列入了八个错的行为 看看大家有没有中招 要抓紧时间 忏悔改正 从此不再做 哪八种呢 一 饮酒吃肉之后 功课也不敢做了 经常有居士这样问 师傅 我今天喝酒了 晚上还能做功课吗 师傅 我今天吃肉了 晚上能做功课吗 主此这种问题啊 很多 饮酒吃肉过失纵然很大 既然受戒就应该持戒 如果在家的信众 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坚持住 应该致成忏悔 这样罪可消灭 早晚功课是修行人的法宝 慈云大师说 招募不归 如宝马无疆 修持要持之以恒 一报时寒是不会有效的 二堂功课三餐饭 吃饭是维持生命 做功课是养活慧命 应该看得比吃饭还要重要 如果因为饮酒 出于尊重经文而不做功课了 那是错上加错 可沐浴更衣 待酒退之后 把功课再补上 二 破戒后就放弃学佛了 有的人由于业力的牵引 不得已破坏了一条戒律 由于戒体残缺 于是就放弃了对所有戒的持守 《百玉经》上有这么一个故事 从前有一个人养了250头牛 常把它们放在草原上吃草 有一天跑来了一只老虎 把一头牛给吃掉了 这个人看到后心里就想 我的牛失去了一头 已不是全树了 我还要这些牛干什么呢 于是他就把所有的牛都赶到了一个深坑里 在坑底排着队 统统把它们宰杀了 这个故事就比喻 有人受持如来的剧足戒 250条戒律 本来很好 后来偶尔犯了戒 他不生惭愧心 不求忏悔环境 却反做这样的想法 我已破了一戒 既然戒已经不具足了 何必再继续持它呢 于是缩性无所忌惮地 把所有的戒都一一地舍掉了 这正如因死一牛 而杀群牛一样的愚痴可怜的做法 破一条戒本来是错误的事情 如果不及时改毁而放弃所有的戒 那就是错上加错的事情了 大家一定要警醒 千万不要这样去做 三 说了一个妄语 再用另一个妄语来折眼 不妄语就是不说瞎话 不说挑拨礼件的话 不开不健康的玩笑等等 一般情况下刚学服的人 能把这几条做好 就能再进一步 学佛久了 或者再到场时间长的 基本上也都能做到了 而且能做到这些的人 他的气质一般跟普通人都是不一样的 一般都言语柔和 使人愿意接近 不得已说了妄语 只要不犯大妄语就可以忏悔 无论采用什么样的忏悔方法 只要忏悔就可以让心重新归于清静 然而有的人碍于面子 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 用另一种妄语来掩饰自己的妄语 此时的掩饰其实会产生连锁的反应 可能会引发更多的妄语 来次第掩盖 这是非常不应该做的事情 大家有也要切记 立马要改掉 四 家人剩下的婚菜 怕浪费而吃掉 受了菩萨界的居士 由于自己家人没有信仰 或者招待宾客 没有办法给家人或亲朋好友做婚菜 这是可以的 为了不让家人烦恼 为了家庭和睦 然而如果在婚菜剩下之后 怕浪费而自己吃了 这也是愚痴的表现 本来亲手做 已经是不得已而为之了 然后再吃 那就是不可以理解的了 剩菜怎么办呢 埋掉就可以 这也是对生命的尊重 否则就是错上加错了 五 忏悔后还要犯 于是就不忏悔了 有罪当忏悔 忏悔得安乐 佛教非常重视忏悔 经典中处处教导我们要忏悔 但有的人会指责忏悔的人说 忏悔后还要犯 忏悔还有什么用呢 这都是在欺骗佛菩萨 于是就不忏悔了 其实这也是一件非常严重的措施 忏就是忏其前千 悔就是悔其后过 也就是改往修行的意思 原本忏悔后不再犯 然而由于业力的牵引和怨力的薄弱 很多时候忏悔是真忏悔了 但最后还是会犯 像我们都是凡夫 在生活上经常就会遇到 忏悔了再犯的 这个情形 当然这样也是不对的 就算是这样 但我们总还会有忏悔的心 这个忏悔的心是难能可贵的 千万不要因为做不到 忏悔后不犯 就放弃忏悔了 悔后再犯本来是错的 再丢掉忏悔的行为 那就是错上加错了 六 诵经后出现不如意就不诵了 诵经的目的就是 福慧双修 诵经就是为了积累功德 由于以前没有功德 因此没有冤亲债主讨债 现在有点功德了 冤亲债主就来了 可以说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因为果报献钱 业就会消掉了 如果果报不献钱 最终会成为我们解脱的阻碍 好比一个穷困潦倒的人 突然醒悟了 感觉应该自己挣点钱 不要靠别人救济 借钱过日子了 于是呢 就找了一点工作 去自己努力的赚钱 由于赚了一点钱 于是 以前所欠过债的人呢 知道他挣钱了 可能就会来找他还钱 这是一个道理 聪明人会知道 债主所债是以前自己所欠的 和自己参加工作是没有关系的 应该要认账 并且继续的工作 积累钱而还钱 而愚痴的人则会认为 债主讨债是由于自己工作带来的 于是又放弃了这个工作 放弃了赚钱而不去还钱 你看这是一个非常愚痴的举动 业力献钱是自己前世所造的业因 和诵经没有关系 退一步讲 就算有关系 也是因为诵经你有了一点功德 应该要继续读诵 继续回向给冤亲债主 这些冤亲债主就是因为 你现在学佛念佛了 他们也想沾一点光 求超度 才会来找你的 所以我们要抱着一颗慈悲的心 诵经念佛 回向给我们所有 以前所造作的恶业和冤亲债主 这样精进不懈的用功 坚持下去总有一天 业害干枯 得打解脱的 所以千万不要在诵经之后 遇到不如意的事情 就放弃诵经念佛了 这也是错上加错的表现 7.别人指出自己的缺点 不知道改过 并且还怀恨在心 别人就是我们个人的一面镜子 如何对待别人的指正 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德行 和将来成就 当别人给我们指出不足的时候 首先不要去反驳 去辩论 而是先检讨自己 的确错了 马上就改 确实没错的 也要作为警示 以便加以重视 佛教僧人 在结膜忏罪的时候 可以自己举罪 也可以有别人举罪 并且别人举罪的时候 并不要求事实确凿 而是教戒以见闻仪三世 举出其罪 令犯罪者忏悔 不再做犯戒和造诸恶业的罪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样很容易误解别人 可是我们从细微的角度讲 就算是让别人误会 不也正是说明自己 很多小节方面做得不好吗 所以就算别人怀疑 第一念也是应该找自己的原因 而不是反驳 甚至怀恨在心 所以我们必须要做到 行有不得 反求逐己 可是往往大多数人 都是在自己本身有缺点的第一个错误上面 再加一个攻击对方的错 或者是行为 这就是错上加错了 八 佛的戒律不能完全做到 就彻底不受戒 百玉经有一个可见水域的故事 过去有一个人在路上非常的口渴 很想弄一点水来喝 但当他见到了一条河流 而且水很清洁的时候 这个人却只是呆呆地望着 并不下去喝水 究其原因是什么呢 是他认为有这么多的水 喝不完呢 既然知道喝不完 那我干脆就不喝了 这个故事比喻 有些人强词夺理地坚持着怪僻的见解 不尽情理 现实中确实有很多人 以为佛教戒力很广泛严格 一时不能全部受持 就干脆舍弃不受了 仍旧流转生死 终没有得到的希望 那是很可怜的 也是很可悲可笑的 不能全受是自己的业障 本来就是错 因此而不受戒 那也是错上加错的 大家一定要警醒哦 千万不要认为 哎呀我这些戒我受不了 我就不受了 受戒就是要让我们在生活中呢 时时刻刻的都要反求足迹 既然是修行人 我必须要守戒 身口意三页必须要守得住 因为我知道我受了五戒的好处 在这里呢也给大家讲 千万不要害怕受戒 受了戒可以说对自己的心 有一个关照了 时时刻刻提醒大家 要逐恶莫作 众善奉行 尽量的不要破戒 那破戒了呢 我们就要赶紧忏悔 知道错了 从此不再造 这就是真忏悔 而不是每天后悔 希望大家都能从这八个 错上加错的事情呢 能总结自己的心 也希望这个视频 能帮到大家解开谜团 好了今天的视频 就分享到这里 感恩大家的收看 看后转发 弘扬法不失 喜欢请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南无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